就在前两天 霍格沃斯遗产官方发布了一支足足有一分二十秒的短片 来展示这一本名叫《实地之男》的神秘书籍 那么本期视频 我就来简单的浏览一下在这支短片里所展示出来的信息 并且在视频后半段的不负责的猜想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又是谁添加的这些熟悉体的额外信息 相信我看到最后你一定会 看到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官方发推表示 是时候去变动一下 来学习一些并没有写尽《实地之男》的小技巧了 这是一本 未授权的霍格沃斯学生巧言手则 根据官方对网友的回复 我们可以知道 游戏中确实是存在这一本《实地之男》的 其实我们在一些实际演示中呢 就已经见到过这本书了 它也出现在了《人物天赋界面》里 而在《auto desk》演示视频中呢 也出现了它的模型 另外这个演示视频呢 已经出了高清版了 之后呢 我也会把之前答应的深度解析做出来的 所以如果不想做过关于霍格沃斯一闪的相关视频的话 就把这个观众人就戳包吧 这样就可以收到我更新视频提醒了 严归正乱 视频中的小剑意画面呢 由三部分组成 其一是正统的指南部分 为印刷题 其二是印刷题上方的手写题 应该是每个小剑意的标题 其三是周围的有点半透明的 更加潦草的手写题 我会竹子的进行翻译和讲解 如出现看不清的手写题呢 我会放进括号里表示 每一则文字小剑意之后呢 还配了一两段短视频 我也回落重点的说 接下来进入解析环节 小剑意 公共休息室的秘密 或给我词充满了秘密 连公共休息室也不离拜 我已经做了四期 关于休息室的 竹针节视频了啊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回顾翻看一下 顺便补个三连 也是很欢迎的 下面的草书写着 走楼梯到厨房 沿着走廊一直走 第三个酒桶 很有可能是指和厨房 紧挨着的 喝七啪七的公共休息室 相关的推测呢 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视频 在短视频中 展示了和斯莱特林的 大圆庭部里的互动 不过很可惜的是啊 在互动前 并没有显示任何 可以互动的UI 有可能是录制的时候 隐藏了UI 也没有显示互动 有什么效果 第二段视频呢 是拉文克劳的休息室 也只是展示了 和地球仪的互动 并没有展示所谓的秘密啊 所以我个人是不太明白 这两段视频放在这里 是想表达什么内容的 小建议 图书馆禁术区 禁止只是一个建议 不过不要被抓 关于禁术区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在小说和电影中呢 都出现过多次 有可能在游戏中 玩家也要想出各种方法 才能来这里 看一些不被老师允许的贤书 草树写有 给garlic带花 确保他们不会 这里的garlic 拼血和发音的类似大蒜 不过手字母是大姐的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人名 小建议3 黑魔法防御课教室 教室就是为胡闹而射的 比如吓到顾Key Cat教授的 赫不底里群 赫不理起 赫不底里群岛黑龙骨架 黑魔法防御术 Defense Against the Dark Arts 简称D-A-D-A 得啊得啊 这里所说的Key Cat教授 可能就是之前出现的蓝衣教授 而黑龙骨架 就是这里展示的骨头架子 这里的草书写了4个咒语 通通实话 咧嘴呼啦啦 滑稽滑稽 混混倒地 这里的咒语可能表示 写这些文字的人觉得 这几个咒语在课堂上很有用 小建议4 皮皮鬼 倾尽全力躲开它 关于皮皮鬼 我也不过多介绍了 简单的说 他是剑校初期就存在的一个恶作剧精灵 所以我猜测如果玩家遇到他 就会被他缠住 更别说在学校做坏事 或是潜行的时候了 草书写道 问一问关于Sharp的奥罗徽章 这里所说的Sharp 可能就是之前出现的 叫魔药学的跛脚教授 所谓奥罗 简单说就是魔法界的爆孔机动队 所以有可能Sharp教授之前是一名奥罗 然后由于受伤了 所以才成为一名老师 而这里所写的方法 可能就是摆脱皮皮鬼的方式 小剑A5 这里本来写的是 十字魔罩秘密决斗俱乐部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擦除了 而这里所提到的俱乐部 很可能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里的场景 一个不被校方允许的地方 有点像是哈利创办的 登布利多君的感觉啊 小剑A6 左科笑话店 这里是你制造混乱和胡闹的 必去打点网红本 必去打卡网红经典 左下角写有 看锅型蛋糕的面糊是湿润的 和什么什么交换是很好的 所以这里是暗示游戏中有 和NPC交换物品的功能 滋滋滋蜜蜂糖 非常甜蜜的浮空 这里所写可能是指吃了 此糖的人会短暂的浮空一小会儿 而这种感觉非常的甜 右上角写有 胡椒小丸桶 浓郁的薄荷味 可以让你吐出火焰 胡椒小丸桶是一种 可以在蜂蜜公爵汤果店购买的糖果 可以让人吐出火焰 在后面的片段中 我们看到在左科笑话店 一个人打开了一个罐子 里面跑出来一个火球 后面的板子上写着 令人眼花缭乱的盲盒 24盎司 大概是0.7升 所以这个意思是 游戏中会有盲盒道具 玩家在使用之前 也不知道道具会有什么功能 小剑一骑 禁灵 在森林中敲膜了 然后活着讲出这个小故事 草书写道 月池兽说明 一天刷一次 为月池兽小球 一天为一次新闲的 别忘了娱乐时间 这里所说的月池兽 是一种非常腼腆的动物 只有在满月的晚上 才会从洞里出来 文字写在禁灵的章节中 有可能表示玩家 可以在禁灵中找到 并饲养它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玩家捕捉它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我个人的猜测是 验刷体和上面的手写体 是由类似学生会的学生组织 写出的面向新生的校园守则 那为什么不能是学校官方 或者是老师写的呢 因为这里的第五条 有删减的痕迹 所以我猜测 一开始这本书 并不是相对官方的书籍 然后被校方发现了 结果校方一看 哎呀 这写得还不错啊 就默许了这些出版屋的传播 不过要进行一些删解 在AutoDesk展示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玩家正拿着此书 和维斯莱教授在一起 这本书开着 好像是向上射出什么东西啊 因为二人呢 正看着书的正上方 然后书又合上了 回到玩家手中 全程维斯莱教授呢 并没有惊讶的表情 好像他知道这本书 本来就该这么使用 而玩家呢 则是一脸的困惑地 看书又看看教授 很可能这里是 威斯莱教授 在向玩家展示 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法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 威斯莱教授 是知道这本书的存在的 甚至有可能这本书 就是威斯莱教授 赠予玩家的礼物 另外提一嘴啊 这里的威斯莱教授的姓氏 和鲁恩的姓氏一样 所以很可能他们是亲戚 所以很可能 威斯莱教授呢 是游戏中 帮助玩家的重要角色之一 而这些潦草的熟血体 显然是之后添加的 额败信息 这又是谁加上去的呢 有可能只是某个学长 自己添加的信息 或者是威斯莱教授添加的 然后这本 有额败秘籍的小册子呢 就被玩家得到了 就有点像是 原著中的火点地图 或是混血王子的 魔药课本之类的物品 而玩家呢 也因得到此数 才会在游戏中 有如开挂般的生存 不过我个人 有个更大胆的讲法啊 那就是这些是梅林写的 关于梅林这位 大魔法师的事情呢 大家可以看书的封面 上面隐约能看到 W和M的字样 可能就是梅林的名字缩写 相传她的全名是 第二 其实在之前的15分钟 实际演示视频中 我们就看到了 有可能是书写 这些小秘笈的镜头 我个人的猜测是 主角和梅林 是有一丢丢的关系的 有可能是有血缘关系 有可能是获得了 她的某种能力 又有可能是和主角 入学之前的大事件有关联 总而言之啊 正因为这一层关系 当玩家发现了 散落在游戏中的书页时 就会触发梅林之前 设置的机关 让这支笔 写一些额外的信息 另外在游戏的天赋页面 我们同样的看到了 它的身影 核心 这些天赋可以增加 你整体的效率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些小建议 并不是对应着 这里的17个 可以选择的点数的 而是帮助玩家 进行解密的 所以这里我也有点不懂 核心天赋 和这本书之间的关系啊 以上便是 本期视频主要内容了 大家对我的这些推论 有什么想法呢 或者你们觉得 这本书是谁写的 又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不妨再耽误 或者评论区 一起讨论交流吧 最后别忘了 留下一个大大的点赞 这对频道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帮助 那我是夏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